今年的國慶大會即將登場 各參演單位正在加緊排練 今天上午國軍就出動黑銀直升機等各式機型 飛越了總統府上空預演 也希望當天能夠呈現最完美的表現 雙十國慶大會進入鬥暑階段 各參演單位加緊排練 國軍二十六日早晨也展開空中半兵力預演 開場先透過幻象天關機關側天後 總統府上空隨後飛過兩臺陸軍國旗機 還有三臺空軍AJT型有名高級教練機 快速逢越總統府前方 各型飛機的飛行英姿 希望為雙十國慶大會做好萬全準備 換上兩千清晨五點三十五分 從新竹基地出發 清晨五點五十分抵達總統府 雷虎一批AT-3三架雷虎教練機 也同樣從新竹出發 飛越總統府上空 釋放象徵國旗藍白紅三色的彩煙沖場 除了半兵力預演 吸引不少學生和上班族的目光 九月二十八日和十月四日清晨 也將進行全兵力預演 國防部表示 如果聽到飛行器轟隆聲響 不用緊張 屆時將出動一架CH-47SD 兩架UH-60M 五架永鷹溝舊機 以及六架AT-3舊鏈機參與 記者 朱峰之中建剛綜合報導 一旦 不妙